诚者科技发布AI坐姿仪 想借此拯救低头足的颈椎 近期 诚者科技发布新品坐姿加AI坐姿仪 这是继智能台灯后 诚者科技针对九座人群开发的智能健康产品 它通过视觉AI技术来识别坐姿 实现准确有效但不过度打扰的事实提醒 让用户能够主动调整坐姿 从而帮助用户进入习惯养成的正循环中 调查显示 2020年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 近视率52.7% 高中生近视率更是高达80.5% 对学生来说 除用眼疲劳导致近视外 还会导致颈椎与腰椎的问题 我们这个AI做姿仪 其实对于成年人的办公场景也是非常适用的 所以我们的这个产品 其实不完全只针对孩子的 应该讲主要针对于需要久坐的人群都是需要的 诚者科技CEO周康 接受泰媒体APP采访时表示 早在2019年 周康曾因严重颈椎问题住院 此后他尝试过等装备 却发觉这些产品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人们在工作和学习中 无法分心去关注自己的坐姿 85%的不良坐姿均发生在这个阶段 我们的AI坐姿仪 只需要放在用户的桌面上 通电后他通过摄像头的识别能力 加上本机的AI算力 再加上本身姿态识别方面的AI算法 主要是这三个核心能力 摄像头加上本机的算力芯片 再加上AI坐姿识别技术 相当于一直在桌面上实时检测用户的坐姿行为 就提醒方式而言 除了语音提醒 坐姿仪还设计了满天星状的激光线来照射桌面 所以不涉及到任何的图片 视频的数据 诚者科技将坐姿仪归类为健康位产品 之所以选择桌面 是因为久坐人群才可能大面积爆发颈椎的问题 不太做办公室的人群 即便玩手机 一天也就四五个小时